自从我上个视频发出去以后 有很多粉丝说我这辆车买贵了 这辆车我买过来是3.6万 其实在买之前我已经对比过价格了 这款车的新车裸车价是11万7千8 二手车的价格在8万左右 因为这个车挺新的 去年才上了牌 所以说接下来的维修成本 只要控制在4万以内就不会亏钱 不过这个车受损严重 想要4万块钱以内修好可能有点难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先把配件定下来 现在我要把这个车门打开 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名牌 只有找到这个名牌 才能买到一模一样的配件 但是现在这个车门打不开 拉手拉着没反应 车门里面也没有闭锁器开关 里面的拉手也打不开 小吊 过来帮一下忙 需要怎么帮 我拉着里面的拉手 你用翘锅翘一下门 翘吧 用力翘 不行 打不开 前门打不开 后门试一下 拉手拉两下 拉住 用力翘 不行 还是打不开 这两个车门都打不开 应该是这个地方撞嵌进去了 只要力量够大的话 这个门还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车是我从我师傅那里借的 他这个车前面有一个脚盘机 用这个脚盘机 应该可以把这个车门给拉开 用夹子把门夹住 钩子勾上 里面的拉手我已经用绳子套起来了 大车踩住了 现在开始拉 又拉断了 再拉的话 这个玻璃可能会碎掉 这个车是我师傅的 他现在在做二手车 他那边每个月都会有很多二手车开过来 让我给他翻新 这个车就是塑料板老化发白了 整个车看起来都比较旧 今天我就用这款塑料镀金修布业 给他翻新一下 刚才差一点把这个玻璃拉碎了 现在我先把玻璃拆出来 玻璃拆下来了 再来拉一次 脚盘机的力量好大 但还是拉不开车门 这个锁快锁住了 现在需要把锁快敲掉 锁已经打开了 再来一次 哇 真的打开了 这里竟然还有一把钥匙 后门已经打开了 前门的话需要换一种方法 在车门上画一条线 然后把这一块切掉 它这个里面拉线断了 现在把锁扣开关按下去 打开了 现在两个门都打开了 名牌也看到了 拍个照片发给麦奇佩的 现在我把这两个车门拆掉 然后再把车里面清洗一下 特别是这个座椅太脏了 还有工作台 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泥 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 这个长城报的维修进度 我会一直更新视频 因为这个车想要维修好 难度还是挺大的 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考验 小迪奥 这个宝马车是谁的呀 不知道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里了 那应该是来找我们修车的 看看他有没有留电话 小兰你看 这里有张纸条 看看写的是什么 小兰 你好 这个宝马车是我的 我是拖过来的 我最近要出海打鱼 海上没有信号 不能接打电话 你帮我修好 我下个星期来开 小叼 宝马车你有没有修过 没有 我只为修比亚迪 我也没修过 应该都一样的吧 发动 听声音好像是没有气缸压力 用专业的工具测量一下 把它塞进去扭紧 发动 这个是一缸 只有一点点压力 发动 这个是二缸 一点压力都没有 发动 这个是三缸 也是没有压力 刚刚测量了三个气缸 都没有压力 这个发动机需要大说 车主留了一个电话 我给他打个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车主有可能已经 出海打鱼具了 那我们先给他修吧 人家都开了起 宝马肯定不会少我们的钱 这里面装的是空调滤网 现在我把空调福利养放掉 好热 我去换个衣服 空调管道拆掉之后 要把它堵住 防着灰尘进入 现在上面拆的已经差不多了 开始拆下面 往后拉 哎呀 慢点慢点 我从来没有拆过这么长的排气管 把转向制螺丝松掉 现在螺丝已经全部拆完了 发动机可以掉下来了 伸 往上伸 小雅过来帮我看一下我的车 稍等一下 我把发动机掉下来再给你看 小雅慢点顶 伸 伸 好 往上伸吧 老板 你的车怎么了 我这个车有时候油没松掉会熄火 而且这个发动机还亮故障灯了 这种问题我要先用电脑检测一下 你这个电脑那么小能检测出来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插在车上它就会自动连接手机 然后点击快速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了 经济系统泄漏 老板 你这个一时半会修不好 我今天有点忙 那边还要拆发动机 没关系 从我改弹过来再说 你能不能把我那个故障灯 就锁掉了 这个没有问题啊 用手机就可以清除 点清除故障嘛 故障嘛一倍清除 故障灯也消失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它这个链条很松 很有可能是跳尺了 你们看 转起来很轻松 说明一点压力都没有 现在我把正式拆掉 重新对一下 如果有压力了就说明是正式的问题 用专用工具把飞轮锁死 把链条的张紧器松掉 小天你帮我并一下 我把链轮松掉 把专用工具卡上 这一根是卡排气吐轮轴的 你们看 这两个点就是固定吐轮轴信号尺的 柜子卡好之后用螺丝固定死 现在就可以把张紧器和链轮的螺丝锁定了 链轮的螺丝是26米加180度 张紧器的螺丝是65牛米 现在所有的正式记号全部都已经对上了 现在把这个盖子装上 再用气缸压力表测量一下 小刁你去启动一下 有压力了吗 有四个压力 再测量一下二缸 再测量一下二缸 小刁再来 这个还是没有压力 一点都没有 三缸再来 三缸也没有 它这个可能是气门顶掉了 我先给它把缸盖拆掉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门好像顶掉了 把它抬下来吧 把它翻过来 每个排气门都顶掉了 再看一下活山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它这个发动机的配件比较昂贵 收下来可能要一万块钱 现在只能等车主从海上打鱼回来 问他要不要修 其实这个宝马的发动机也挺好修的 以后大家有奔驰宝马的也可以开过来 我给你们修 我们不是修小吊车吗 为什么这种车你也修呀 这说的什么话 能修就修呗 再说了 这个也是我亲戚的车 你怎么这么多亲戚啊 没办法 我们在老家赚不了钱 这个刹车好像是有点问题 先启动 我开一圈试一下 它这个车不好启动 等一下你就把这个火放到进气管这里 好的 小吊你再远一点 它这个车没有刹车 抬离合 挂前硬挡 慢慢放离合器 确实没有刹车 都已经卡到底了 车还是要往前走 小兰怎么了 一点刹车都没有 先检查一下刹车油 刹车油只有一点点了 看一下哪里漏油 有两个在漏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那边 你看这些漏的都是刹车油 那我们把漏油的轮子拆下来吧 先用握石千斤顶把车顶起来 然后再放上安全凳 把半轴拆掉 这个跟货车的半轴是一样的 这颗大螺丝不是很紧 用螺丝刀就能拆掉 小雕师傅第一次拆这种轮 它肯定很好奇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水 刚才拆这个油风的时候里面好多水都流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里面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先拆开看看吧 这边这个刹车分泵生锈了 走 去把前面一个也拆下来 前面的刹车片薄了 需要换掉 分泵也不会动了 小啦你们怎么来这里修车了 这个是我亲戚的车过来帮帮忙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我就住在这里那你修吧 我先走了 等一下你后面轮胎没气了 真的没气了 你这个轮胎已经磨损了 再继续开的话轮胎就要报废了 那怎么办 我现在有事着急呀 要不我先给你打点气 有时间了你再补 我这个车里有一个无线打气泵 它还可以给气泽搭电 我先把气压收集到2.1 它默认的是2.5 然后接上气嘴 按这个开始打气 压力到2.1公斤后会自动停止 气压已经打满了 这个轮胎漏气比较慢 有空的时候就开始补一下吧 你这个打气泵是充电的吗 对呀 又可以打电又可以充气 电瓶车 篮球 自行车都可以用 这么小的东西还可以搭电 我有点不信 你把基盖打开我给你测试一下 现在你的电瓶装头已经全部拆了 红色夹正直 灰色夹复直 这也能打着吗 当然能打着了 这个东西确实这个用户 我觉得它很学用 小兰你来看一下这个怎么修 好的我来看一下 蹦蹦横山这片都换掉吧 要不我来抢你去买配件吧 可以啊 那你小心一点 先把脏东西清理干净 然后把弹簧撬掉 把沙丝片拆下来 然后把风泵拆掉 现在抽点柴油出来 把轴盛洗一下 擦一下 嗯 吸到嘴里面去了 这个轴盛拆不下来 只能在上面清洗 小兰我回来了 你是装那边一个 我装这边这个 这个新的刹车片比旧的厚多了 快上新的刹车片 这个调节螺丝就要扭到底 弹簧勾上刹车片就装好了 然后把轴盛抹上黄油 你们没有看错 这个蓝色的就是黄油 然后放在轮骨里面 把油风吊进去 然后再把轮胎装上 好了 进了 外面还有一个轴盛 你们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连铲车也会修 其实我刚开始学修车的时候 是修货车的 这个铲车的轮毂和货车的轮毂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就来给亲戚帮个忙 然后把油风装上 再装半轴 把螺丝打顶 把刹车油加满放空器 哎 排住 这个没有空气了 每一个轮子都要放一遍 然后把车放下来测试刹车 现在刹车是有了 但是开起来还是很颠 只能慢慢的开 有冷的风吹通我面 哎哟 好了 可以了 收拾工具回家吧 可兰 我们以后能不能不修这种车 为什么呀 这种车一点档次都没有 要是被我同学知道了 他们会嘲笑我 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修半支宝马的 那这些车谁修啊 难道只有那些老爷爷修吗 要是 没有